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人生多变幻,我们读真言 透过虔诚的读神的话语 并在实际的生活中顺服及遵行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就会格外的施恩怜悯我们 他会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人 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读过了真言十四章的一节到第十七节 这前半部分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十八节到三十五节后半部分 愿主圣灵继续教导我们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二十三节 二十六节 三十一节 三十四节 经文这样说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罪上多言乃至穷乏 敬畏耶和华的 大有倚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欺压贫寒的是乳墨造他的主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重主 公义使邦国高举 罪恶使人民的羞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接着我们就从第十八节开始读起 十八节的经文说 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 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 这一节将愚蒙人和通达人做对比 我们在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中看到 那里说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这一节的前一半 就说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 要知道产业都是好的事物 比如像房屋 田地 也包括金银财宝 产业更含有继承 并永远持守的意思 不是好的东西 不会成为产业 但这一节圣经的前一半简直太绝妙了 所罗门告诉我们 愚蒙人若不是从敬畏耶和华得智慧 那他最后就会得愚昧为自己的产业 愚昧会成为他的标签和记号 有人形容的更好 愚昧简直可以成为愚蒙人的商标 当你辨别谁是愚蒙人 那从他们身上的愚昧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愚昧总不离开愚蒙人 会伴随他的一生 成为这样人的产业 真言26章第11节 更加不客气的告诉人 愚昧人行愚妄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 大家看这种光景 何等的可悲又可怜 因此呢 愚蒙人呢 快一点带着敬畏神的心 在神的面前求智慧 否则愚蒙人最终所惊花的 就是自己的愚昧 但与愚昧人相反 那通达的人 也就是已经从神那里 因有敬畏而得了智慧和聪明的人 便会继续的从神那里得知识 这知识会成为他的冠冕和他的尊荣 19节的经文说 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 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 这里的俯伏是在讲 坏人和恶人有一天 要在善人和义人面前降悲 按照圣经好多地方的提法 坏人和恶人心生狂傲 完全不把神和义人放在眼中 大家可以去看诗篇73篇第六节 经文形容 所以骄傲如链子带在他们的向上 强暴向衣上遮住他们的身体 神虽然一时间允许他们横通 但他们最终的结局 却是沉沦和灭亡 因为神必惩治罪恶 审判邪恶 如果举例子的话 大家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约瑟的十个哥哥们 后来就跪在约瑟面前向他求饶 大家看创世纪五十章的第十八节 哥哥们曾经陷害约瑟 但约瑟却爱他们 完全不计较他们的罪过 另外一个好例子 是以色帝纪六章十一节 恶臣哈曼不可一世 狂傲至极 原本打算在泼尔日 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但伟大的神扭转局面 是那原本被看为是卑贱的犹大人 得以升高 经文在那里说 恶臣哈曼极不情愿的来到墨迪改面前 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 神使恶人降悲 使爱神的人被高举和提升 这乃是神伟大的计划和美意 在新约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应许 你若是读启示录三章九节 那节圣经就是主向非拉铁非的教会发出应许 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第二十节的经文说 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 富族人朋友最多 我们前面的内容当中告诉大家 所罗门不单单讲智慧的真言 同时他也从神那里有领受 在他的真言中揭示了人生的百态 像这一节就将贫穷人和富族人的处境做了对比 经文说人一旦贫穷 最终就会到了连邻舍也恨他的地步 这主要的意思是在讲 邻舍担心被拖累 那生活方面贫穷的人 总会前来要人周记 日子久了 次数多了 穷人的邻舍就会厌烦甚至恨他 而相比起来 富人的朋友却是多 的确很多的故事中都讲 人一旦有钱 富族了 风光了 就会高朋满座 人们也乐意与这条件好的人 相接触和来往 所以人在风光的时候 就会显得朋友特别多 但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不可因自己的邻舍是贫穷人而恨他们 应该向他们显出善行 像在真言19章17节就说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本章后面的31节也说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重主 所以神不要我们塞住怜悯的心 但也有一样 那贫穷人若是因为懒惰 有不良的嗜好 最终导致贫穷 那他就不应该总怪别人 不爱他 不帮他 不周及他了 第二个方面 也要注意交友 经验证明 用钱财结交的朋友都不可靠 透过钱财结交的朋友 我们一般会叫酒肉朋友 在你有钱有事的时候 酒肉朋友会天天聚在你的周围 但一旦你无权无事了 他们立即就会做鸟受散 21节的经文说 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 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在11章的12节说 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 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本节所讲的不要藐视邻舍 可能是与二十节有关 邻舍很可能是穷人 他们因生活条件不够好 而遭人藐视 这讲的就是人对自己邻舍 不要存有不该有的态度 在路加福音10章27节中说 当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 今天那在我们各家周围附近的邻舍 每一家都是各式各样的 他们的人生观不同 价值观念不同 生活的方式各有不同 千万不要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 而藐视他们 我们要学习像智慧人那样 静默不言 尤其在古代的以色列 他们所有的邻舍 都是自己的同胞和弟兄 这情况跟我们今天还有所不同 他们就更当彼此相爱 经文再次提到 要对贫穷的有怜悯 因为这样的人有福 所以我们还是应用真言19章17节的话 要怜悯贫穷的 因为我们若按圣经的话去行 就避蒙神的纪念 神也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借由邻舍或别人来帮助我们 看顾我们 大家另外也可以参考 像诗篇112篇的五节六节 二十二节的经文说 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 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 本节以谋恶的和谋善的做对比 前半节可以这么翻译 图谋恶事的岂不是犯罪吗 这样一番意思就更加清晰 经文使用的是问句 答案是肯定的 那谋恶的就是在犯罪 而犯罪的人 必遭神的惩治和审判 他们邪恶的计谋 会被神挫败 但相反 那一心谋善的人 神因为知道他们良善的心思和意念 所以神就必将慈爱和诚实给他们 就像诗篇18篇25节26节所说的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代他 乖僻的人你以弯曲代他 在和西亚书十章十二节 经文说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栽种公义 其实就是不像那些恶人那样 去图谋恶事 反而是谋善 所以就必得慈爱和诚实为赏赐 二十三节的经文说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乃至穷乏 诸般勤劳是指智慧人多有行动不手懒 而嘴上多言就是在形容人光说不做 这样的人不会得到什么益处 只会有贫穷和缺乏在等着他 所以来让我们做勤劳的人 当使徒保罗在世上的时候 他常对以夫所教会的长老们说 我这双手常供给我与同人虚用 保罗这么说 是指他在以夫所工作的时候 不从以夫所的教会拿一分钱 而是亲手支帐旁 做工得来的钱 又养活自己 又养活自己的同工 勤劳的人会从神那里得许多的益处 大家读前面的经文 像十章的四节 还有十二章的二十四节 经文都有在讲 殷勤会使人富足 还有殷勤的手必掌权等等 而那懒惰的人却只动口不动手 他们说的比谁都动听 但是就是不肯动一个指头 那这样的人就必要面对生命和生活方面的穷乏 就请让我们牢记这宝贵的教训 二十四节说 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 欲望人的愚昧 忠实愚昧 这里讲到智慧人的财和欲望人的愚昧做了对比 经文中提的财既可以指具体的金银财宝 也可以指人生命当中属灵的财富 从具体的生活经验上来讲 人若因为敬畏神而得神赐福财富增加 其实并不违背信仰 不会违背神的心意 反而是显明为人因为敬畏耶和华神而得到神赐福的结果 这一事实会成为见证 叫许多人可以看见 比如我们看到旧约中提到亚伯兰 以撒 约伯 波阿斯 等等一些富户 他们都是因为敬畏神在先 接着被神赐福在后 在今天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那么的有钱 有财富 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可以在生命上靠住丰富 所以我们就立志要有一个追求 就让神所赐的属天的丰富成为我们生命的冠冕 因为最终我们一定会要得那在天上永存的珍宝 因为地上所拥有的都是暂时的 经文的后半节其实与十八节前一半所讲的一致 那里是讲迂盟人得愚昧为产业 这里所讲的是欲望人的愚昧 忠视愚昧 也有的圣经版本这么翻 说愚昧人的无知就是他的冠冕 这与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 完全是一种表达一个意思 如果比较而言 智慧人靠神会有钱财 欲望的人靠自己也会有钱财 但智慧人有了钱财 却会善用 他们知道去追求永恒的 并且不断的将财宝积存在天上 但欲望的人尽管也会富足 却是只为自己在今生挥霍和享用 或者是将大把的金钱留给自己的后代 但在圣经看来 这都不是智慧的举动 这乃是愚望人的愚昧 愚望人无论怎么表现 都是愚昧 愚昧会成为他们的记号 愚昧也会成为他们的商标 愚昧更会成为愚望人的夸耀 我们若是要去看 在金钱方面的愚昧的举动 就可以去参考诗篇第17篇14节 来让我们都做智慧的人 即便我们不是拥有很多今生的财富 我们的生命也要拥有那丰盛的 数天的丰富 这样的人生才最有价值 让我们都来做 所以 我们都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